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到底有何区别 其实到了今天 他们之间的区别已经很小了 尤其是巡洋舰和驱逐舰 两者完全就可以互相客串了 名字不过就只是名字了而已 但是这些名字又是从何而来的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来溯源一下 这几个不同舰种的由来和区别 当然是一定要加上已经消失 但是人气依然很旺的战略舰 当时间退回到风帆时代 那个时候的战舰就只有两种 战略舰和巡洋舰 由于只有火炮可以用 所谓鄙视的海上战争 成败只有两点决定 第一就是火炮的数量 第二就是这些火炮到底能不能把敌舰给对准了 装很多的炮相对来说并不难 无外乎就是把船做得够大 把装甲做得够厚就可以了 但是由于船体需要长成一个狭长的样子 才能在海面上比较快速的航行 所以这些大炮的安装位置就比较尴尬了 还只有舰体的侧面这一个选项 所以你看早期的风帆战舰侧面全都是动 三四层甲板每次装上上百门大炮的战舰 比比皆是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它们的火力虽猛 但是输出的角度却十分有限 基本上就只有把侧面对着别人的时候 才有战斗力 其实这个bug即使到了后来的炮塔时代 也没有改变多少 由于上层建筑的阻挡 前后方向的火力输出 依然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诶 那怎么办呢 研究战术呗 于是T字战就出现了 在两剑互搏的时候 把自己摆到T字上面那一横的位置上 让自己的侧面对着敌人 就成为了最理想的战斗阵型了 俗称T字优势 那要是一群战舰编队战斗时该怎么办呢 还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嘛 双方先是相互排成 一字重队切入战场 然后再想方设法地绕到对方编队的正面去输出火力 这就叫做抢踢头摆战列了 诶 战列两个字已经出现了 是的 它指的就是这种特殊的重队阵型 于是打这种战列阵型的战舰呢 自然就被叫做战列舰了 作为海军中的最强舰种 拥有最多的火炮和最后装甲的它 显然烧钱的程度也是最凶的嘛 既不是随便哪个国家都能玩得起的 也不是随便哪个任务都舍得派它上场的 比如日常巡逻什么的 又不是去拔钉子要这么猛的火力干什么呢 出于经济和效率考虑呢 另外一个舰种便出现了 巡洋舰 对的 它已经用名字在告诉我们 它就是去巡洋的 它拥有比战列舰稍薄一些的装甲 口径和数量稍小一些的主炮和自然 稍小一些的尺寸和造价了 一便采购更多到海上巡逻 维护自己的海权去了 好了 这耀武扬威其实没过多久 就被一样很阴险的武器给打脸了 你们应该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啊 那就是鱼雷 它长于水下自带动力 跑得又快 炸得又猛 只需要小小一枚就能干掉一艘巨轮 性价比相当高啊 从此 强弱的界限被重新划分了 英国人奉行的海上封锁战略呢 也因此难以为继了 他们一开始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啊 一方面是真真切切的带来了损失 而另一方面呢 它打破了本营正大光明开战的 绅士战传统啊 虽然那本来就有点虚伪啊 于是威胁之下 英国人只能反制啊 而这种反制的思路呢 最终就为我们带来了七足剑 用更高的速度 更优的水下攻击能力 和更快的小口径速射火炮 来驱赶和摧毁另外一些舰种 比如鱼雷艇 潜艇和同类的驱逐舰等等 当然日后还要再加上飞机了 好了 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了战略舰 巡洋舰 驱逐舰 这一路演化下来呢 变得一个比一个更灵活 一个比一个功能更多 一个也比一个更轻 更小 更便宜 对不对 是这样的啊 但是导弹它出现了 巨舰大炮的时代也就终结了 只有大炮的战略舰呢 首先就下岗了 而顶着巨舰名头的巡洋舰 日子也不太好过了起来 既然导弹体积小 精度高 威力大 盯上就能中 那更厚的装甲还有什么用呢 没有厚装甲了 要那么大的升板有何意义 没有升板的加持 叫不叫巡洋舰 也就无所谓了嘛 而且驱逐舰照样也能巡洋啊 所以从导弹出现开始呢 海面舰艇的任务划分又有了变化 谁都可以装导弹 谁都可以装鱼雷 谁都可以装雷达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找一艘大小合适 速度合适 成本合适的船来装呢 他就是驱逐舰了 所以他才是当今海面上的多面手嘛 我们来数一数他可以干的事情啊 装备有防空反潜 对海等多种武器 既能在海军舰艇编队中 担任进攻性的突击任务 又能承担作战编队的 防空反潜护卫任务 还可以在登陆抗登陆作战中担任支援兵力 巡逻警戒侦察海上封锁和海上救援 都可以还能给无人舰载机提供起降的平台 怎么样 好是好啊 只是如果仅仅是偶尔用来执行一些轻度的反潜 护航任务的话 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大材小用呢 对嘛 所以再阉割一下整一个护卫舰出来呗 终于我们今天要讲的几个舰种都出来了 所以最后咱们就简单总结一下呗 战略舰太过明显 直接就把它踢出去啊 巡洋舰 驱逐舰和护卫舰这三则 巡洋舰最大 更注重防空支援 驱逐舰次之拥有更强的反潜能力 护卫舰的最小 擅长护航和其他两位大哥都瞧不上的扎碎小事 你明白了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